常常聽到同學在抱怨跳舞的時候 不知道手該擺在哪裡 希望今天可以透過一堂課的時間 就教會大家倫巴基本手勢該怎麼比喔 各位dance patient 舞動魂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Selena老師 歡迎來到國標小學堂的技術篇 那今天的主題呢 我要為大家分享的是 倫巴基本手勢一堂就上手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就能學會倫巴的手要擺在哪該如何擺 那首先呢要了解手要怎麼擺呢 我們要認清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連動還有帶動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會先讓大家有個簡單的暖身跟訓練動作 讓你的手呢跟你的身體呢是有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你必須先把它們連結在一起 那當我們在動的時候呢再來帶動它 然後所以首先呢請大家呢雙腳打開 手呢就像一個芭蕾舞的框架一樣 當我們吸氣的時候呢把你的胸腔打開 然後手就會因此而擴開 然後呢當你含胸吐氣的時候呢把你的手肘合下來 然後往內收好像畫過你的肋骨 所以吸吐 然後記得手部動作來自於手肘 所以吸氣的時候手肘外翻往外 turn out 然後吐氣的時候手肘內縮往內 turn in and吸 吐 擴 擴胸 含胸 所以透過這個動作呢可以讓你的手肘跟你的身體動作是連結在一起 我要再次強調我們講的是手肘喔 就像芭蕾舞的框架一樣 我們的連動都來自於手肘 通常絕對不是手指頭 更不是上臂 是來自於手肘 好 其次呢要為大家進入重心動作之前 先教大家簡單的筆手動作 那我們的手在動的時候記得 一定要兩隻手同時動 那我們通常把它分為一隻手是短手 就是剛剛說的 turn in 手肘向內的動作 那麼另外一隻手就是長手 就是剛剛指的手肘 turn out 向外的動作 一隻手長 一隻手短 那我們動的時候呢 先把長手的手肘往內翻 這個時候呢會有個轉動向內的動作 然後同時你的短手會開始擴張變成長手 這個時候我給它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半長短 它就是準備伸長但還沒有完全伸長 然後逐漸把它推到最長 所以呢換邊也是一樣的 先把長手的手肘向內縮 然後把短手的手肘向外推 變成半長短手肘 然後再伸到最長 所以長手收 短手推 長手收 所以你看我完全連動的喔 不是一次動一隻手 一定是連動的去動兩隻手 好 短手收 長手推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已經學會手單獨的要這樣這樣子的使用 那現在我們必須把它連結我們的重心 等一下重心的使用呢 會為大家介紹 側向搖八 前進跟後退 基本上在倫巴五裡面 你只要會有這三個重心的轉換 大概就涵蓋了所有的五步 那在介紹重心轉換之前 先為大家介紹一個預備位置 這個預備位置就是指呢 當你從一個歸零的點動作 開始進入前進或者是側行或者是後退 也就是說每一個重心的轉移 我們都會先經過這個位置 那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呢 首先你會把重心站單腳 另外一個移動腳的膝蓋是彎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身體是 重心那邊的身體向後 移動那邊的身體向前 所以記得喔 我們身體向前的這邊身體是擴開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移動那邊搭配的是長手 重心這一邊搭配的是轉手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動作呢 因為在這個動作裡面 你會發現我們身體是擴開的 所以重心這一邊身體內縮 所以我們搭配短手 移動這一邊身體打開 所以搭配長手 可是這個時候呢 當我們身體轉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手 它就像一個固定的框架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很像 這就是看一本書的框架 而我的臀部向後撕開 然後我這邊呢 也是一個固定的框架 我的身體向前拉開 所以呢 在比手的時候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基本上我們的手 雖然會因為身體的帶動有前後 但是呢 主要我們的手其實還是相對不動的 是我們身體有前後邊 換邊也是 你看我現在換成另外一隻腳是重心 我這邊的肌肉是收縮的 所以就變成短手 然後我另外一邊的身體呢 是打開的 它就變成長手 那一樣喔 短手跟我的臀部 它是一個撕開 手在前 臀在後 另外一邊呢 是手在後 伸在前 換邊也是 所以這個預備位置的時候呢 可以讓它練習 手是固定不動的 當我們身體有前後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身體呢 也是配合有短邊跟長邊的問題 OK 好 那現在我們首先要進到 第一個是前進動作 在前進動作之前 也是要先讓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開始站住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從零開始形成我們的站姿 當我們進入前進站姿的時候呢 我們重心邊的身體是擴開的 所以相對我們移動邊的身體就是收縮 所以擴開的呢 就會搭配長手 收縮的就會搭配短手 所以呢 當我們站住一個位子的時候呢 除了剛剛那個預備位子 基本上前進或側行或後退 你都可以用一個 小技巧去記它 就是重心在哪一邊 長手就在哪一邊 因為這個時候這邊是擴張的 好的 那我們要開始動囉 長手伸長之後呢 你會有一個收縮 你看我的長手開始 吞硬變短囉 然後呢我的臀部也開始扭轉 這個時候就會經過我們剛才的那個預備位子 而我的手就是剛剛有介紹的半長短位子 然後我重心上去的時候 記得不可以再交換手喔 要把你的長手從半長短 推成真正的長手 透過臀部的擺盪持續向前延展 這時候就完全交換你的手了 換邊的時候也是 長手呢先扭轉 然後呢吞硬你的手肘變成短手 然後這個時候呢擠壓你的肌肉 把你的另外一邊的身體鼓開來 有沒有看到又回到另外一邊的預備位子 而這個時候呢也是半長短的手勢 然後準備把我的手繼續伸長 然後伴隨著臀部的 倫巴的臀部動作 持續把你的長手向前延伸 所以要記住喔 當我們經過這個預備位子之後 是持續推升你的下一個移動腳 就是重心腳層階 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再多換一個手 讓我們再練習一次 好我這次換另外一隻腳站 所以你站在這一邊 這一邊就是你的長手 把你的手肘擴開 進入短手 然後這個時候呢在前進基本步 還有個特別的畫面 就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手是固定不動 所以在前進基本步 還有側行基本步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我的腰 跟我的手有個扭捲的那種畫面 所以先把我的腰扭開 好剛剛我開始收縮我的長手 進入半長短 然後呢往前走 伴隨著臀部把長手伸完 這手記得是turn out 從手肘再延長前臂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還是可以檢查一下 它還是有扭轉的力量喔 好收縮伸長 收縮伸長 很好 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學會 前進基本步怎麼擺手 那基本上側行 前進基本步的感覺 可以說是完全一樣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比方說我現在把重心 站在我的右腳 剛剛有說過囉 重心在右腳 右邊的身體就是骨開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是搭配什麼 我們的長手 好下一個動作呢 就是把長手扭轉 收縮變成短手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 半長短位置 你可以檢查一下 把你的腳收進來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的預備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啊 好所以我們現在把我們的 重心交換 長手跟你的臀部 持續的延展 好這個時候 剛剛有說 前進跟側行 它都會有一個扭捲的位置 所以你看我的手在前 臀在後 手在前 手在前 手在後 sorry 伸在前 好換邊囉 長手變短手 Turn in 半長短 隨著臀部 把手伸長 好換邊扭轉 收 經過中間的半長短 伸長 好你的長手繼續 跟你的臀部同時伸長 好扭轉 Turn out變成Turn in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比前進的時候 更加的熟悉這個Turn out Turn in的動作 長手變短手 半長短 隨著重心交換伸長 收縮 經過半長短 伸長 是不是跟前進非常的雷同 好那我們最後呢 來介紹後退 後退的身體動作 其實跟剛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在後退的時候呢 並不會有那種扭捲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在後退的時候 常常容易比錯 好我先來為大家示範一次 比方說我現在重心在右腳 剛好說重心哪一邊哪邊的身體 就是擴張的 所以它搭配的是我們的長手 好這個時候你來看看 它是不是沒有剛前進那個扭捲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後退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同向的 所謂的Shoulder Leading的動作 它並不會像前進那樣有這種 身體扭轉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在後退的時候去追求這種感覺 好那麼開始動囉 長手變成彈 短手收縮 好我們一樣收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剛才所謂的 預備位置半長短位置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把我們的移動邊鼓開 但這個時候記得我剛剛後退有說 它有點Shoulder Leading的感覺 所以同向的把它拉開 Bide down 然後把你的長手伸好 好繼續收縮 好交換半長短位置 然後呢往下一個重心邊 把你的臀部擺盪完 好收縮 好擺盪交換 所以在後退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追求 這種扭捲的位置 它只有在這個半長短 也就是預備位置的時候 它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大部分同學在後退很容易犯的錯誤 我們再練習一次 這個時候讓我換腳 好重心在哪一邊 哪一邊就是長手 把你的手擺完 好一樣喔 先收縮你的長手變短 好鼓開你的移動邊 所以這時候來到預備位置了 好轉移重心繼續擺盪 把你的長手伸滿 好收縮經過重心伸長 收縮經過重心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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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現在你已經學會了前進側行 然後還有後退 那最後呢給大家一個基礎練習 如果你可以克服這個動作的話 代表呢你對倫巴的手勢已經掌握得很完全了 這動作就是我們倫巴最基本的動作 叫Basic Movement 那它就包含了前進跟後退還有折返 所以在進入五步之前 還是為大家介紹一下折返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剛剛在搖八呢 已經有練習過折返這個動作 只是說我們在做Basic Movement的時候 它的折返是前後的 所以給大家一個練習 麻煩你把你的左腳伸在前面 然後我現在重心在右邊囉 給我一個長手 然後一樣經過半長短 歸位位置上到左 好然後類似搖八 往後收縮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時候 我的長手變成短手 我的移動邊逐漸骨開 那就是我代表我要交換中心 然後交換很像搖八對不對 只是它是前後站 所以等於是把你的八立起來 好收縮經過半長短交換 收縮交換 所以這個位置呢可以先讓你練習 如果你在前後交換重心 而有折返的時候呢 這要怎麼做 我轉成側面給你們看喔 好我重心收縮經過中間上 持續臀部擺盪 臀部check的時候呢 去收縮我的長手變成短 然後呢我的重心挪到右 對我的右胸打開 再做一次 左擴張 左收縮 右擴張 右收縮 很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進入五步囉 我從男士的五步去介紹 我們首先呢 先把右腳點在後面 重心來自於的左腳 所以左腳呢就是長手 先把我們的手勢拿出來 好第一個 腹腕的手勢往前一個 前進基本步 所以呢長手變短 經過身體交換 腹腕上去 好 好再來的動作 就跟我們剛剛練習的非常像 在check的動作之下 做一個原地交換重心 所以前歸位 經過核心位置 然後右邊打開 收縮然後給我一個後退 4 1 好經過手肘長手變短 預備位置 好右 後退之後 這裡也是一個折返 所以你要感覺移動沒有太多 但是你的身體 必須做剛才的兩次過張 我右邊打開 右邊收縮 經過中間之後 左邊打開 左邊收縮 往前走 4 1 好持續做了 然後我的嘴巴會講 我們身體的打開跟收縮 好右邊打開收縮 左邊打開收縮 打開配上長手收縮 左邊打開收縮 2 右邊打開收縮 3 左邊打開收縮 都經過半長短 4 1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有三個重心 我們的身體就是交換三次 那麼手當然也就是交換三次 2 3 4 1 2 3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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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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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